嗨,大家好,我是黑猫Yelo 准备了许久,今天决定开始制作Brand的漫画视频了 Brand是我非常喜欢的漫画作品之一 网上有很多人说没有看懂Brand 他的故事松散和难以理解等等 所以我决定尝试着制作他的故事视频 由于是第一次制作,有许多不足之处 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本期视频将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Brand和作者二叔 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进入正题 Brand是二叔第一部长篇连载作品 从1997年开始连载于讲坛社月刊Afternoon 一直到2003年9月结束连载 估计知道二叔的人并不多 他的代表作除了Brand以外 还有《西德尼亚的骑士》、《生化禁区》、《人行之国》等等 而Brand是我认为最具二平免风格的作品 Brand大致讲述了一个网络统治的世界 因为网络统治的暴走 城市开始自动疯狂乱造 所有人类被视为非法居民 遭到了网络派出的安全警卫追杀 那些拥有网络登陆权限的人 身上携带有网络遗传因子 但他们遭到了不明组织的消灭 混沌世界统治了数个世纪后 一个叫误害的男人 开始寻找那些携带网络遗传因子的幸存者 他背负着结束网络混沌的使命 不断地在路上寻找和探索 Brand一经推出 就受到了赛博朋克、哥特迷、机械孔、巨物爱好者 和黑暗艺术爱好者的追捧 让二叔名声大噪 2017年Brand剧场版动画正式上映 动画剧场版故事情节 对原著进行了不小的更改和情节融合 只讲述了男主误害 在寻找网络遗传因子路途上的一小段插曲 他在这一个阶层 遇到了被称为奠基于尸的人类村庄 在相遇的过程中 帮助他们摆脱了安全警卫的追杀 在漫画里 几乎每一个阶层都有幸存的人类 因为距离遥远无法沟通 他们的文明程度都不相同 有部落、村子和身心岸然的城市 相同的是 他们都遭受了网络安全警卫的统治和追杀 Brand漫画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场景 而且设定也非常大的 长达3000公里的长梯 相当于木星直径的空洞广场 建筑群体触达了大气层等等 除此之外 在场景中还能看到二叔是个影迷 有许多画面都能发现借鉴与致敬 有异形 《银翼杀手》 还有贝克希斯基的画作等等 几乎可以看出二叔在刻画场景上下的功夫多余人物 这不得不说说 作者二叔曾经是一名建筑师的故事 二平免早年是在一个建筑公司上班 因为意识到自己不太擅长团队合作 便离职 随后去往了美国纽约 帕森斯设计学院继续学习 这个时期正是日本漫画处于巅峰的90年代 二平免也开始尝试了创作 他带着自己的漫画四处寻找出版社 但都被一一拒绝 随后二叔在朋友的推荐下找到了月刊Afternoon 并得到了1995年的评审团特别奖 又是成绩的两年 这两年二叔为Afternoon里的高乔努担任助手 终于在1997这一年迎来了连载的机会 于是Brand的漫画正式开始 以上是本期视频内容 下期视频开始 我会抽出时间不断更新Brand漫画实测内容里的故事视频 因为漫画中有大量的留白和空净 所以每个人看到的观点也截然不同 本视频仅代表个人理解 不代表绝对 有不同的看法和需要纠正的地方 请不必弹幕留言哦 喜欢记得一键三连 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更新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